我们刚刚写的东西里面 其实就是 这个回圈 其实就是人最讨厌做的事 Fornest就是 你重复做一些事 当然你也可以用人工去 去把那些改 可是问题你要花时间 另外如果你要让 程式有一些判断能力的话 那就是用if if的逻辑判断 那if我们前面有讲过 要不就是 这个是一重的 判断就是要不要进去 那要不然就是 如果要跟不要 你可以多一个else 那如果还有更多的判断 就是else if 这个我想在 我们前一个阶段 都有讲到 所以你把这些熟悉 然后这个后面只是说 把后面东西串完之后 丢给前面而已 那只是 这个串接完 丢到前面的动作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 不过第二个 刚刚同学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的平常工作里面是这样 按下一次 可能下一次呢 可能隔下个月 那又要再合并一次 可是按一下之后呢 其实他是希望怎么样 再按一下之后呢 可以怎么样 再把前面可能又有新的资料 再合并到 我们现在是91 再合并到下面 而不会把旧的给盖掉 那如果你不要把旧的给盖掉的话 现在会不会盖掉呢 现在会盖掉 而且你会发现 它会变成说2月 下面增加是1月不见了 为什么因为1月先贴到上面 然后再往下再继续贴2月3月 所以会少30笔 主要原因是1月已经先被盖掉了 那为什么会被盖掉 这个其实需要去理解 关键点在这里 A2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贴的时候呢 预设值就是一定是从A2开始贴 如果你要改变 不要从A2开始贴的话 那你要做一点点 怎么样 逻辑判断 所以如果 以后程式啦 固定的就是这样子 不固定的就是用逻辑判断 反正呢 你就是要希望他做一些 自动判断能力的话 那可是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逻辑判断怎么下会比较好 那通常我的习惯是先做个注解 然后也许你在这边的话 可以打一些说明吧 如果这个怎么 我把它改写成什么了 非覆盖 就是说呢 可能就是 非覆盖模式吧 覆盖 模式 这个好像 这个有点太工程师的写法 反正就是 它不是覆盖 这叙述要 一般人的写法 就是不是把资料盖过去 咱应该理解这个逻辑就好了 那 这个地方该怎么 你就不能用Range A2 游标就不能放这里 你要必须判断一下 if 所以做一个if if什么呢 如果呢 现在里面没资料 那我就用Range A2来判断 如果Range A2怎么样 里面是空的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A2里面 假设是空的 等于空的 这样写法 这样 Zen 怎么样呢 那我这边可以多一个变数 叫R好了 这个R代表什么呢 R就是我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放资料 R等于2 如果它空的 else 反之的话呢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先把ENDF先打上 ENDF 然后那个R等于什么呢 R等于追踪的 从哪里追踪呢 你可以从A1开始追踪好了 OK 所以前面有写过嘛 用Range 然后其实用A1 A2都可以啦 用A1好了 A1向下追踪 这个部分应该没问题吧 向下追踪 钱瓜虎向下追踪到 它的列 记得再加1 为什么要加1 追踪到之后的下一列 才是我要怎么样 放资料的位置 好 写完这个之后的话呢 你再怎么样 把这个 本来是Range 那个A2.slate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 Range 后面串一个什么呢 串一个R就好了 有没有 看得懂吧 也就是如果说 它里面是空的 那它就是把2放到这个R 变成什么 A2嘛 有没有 如果说它里面 它有资料 表示说我不是覆盖模式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是追踪它最下面那一列在哪里 加了1之后 可能本来是91 对不对 那91向下追踪 就追到91 91加1 就92 就是92.slate 意思是说 我从那边 帮我继续贴 而不会从A2开始贴 应该看得懂这个叙述吧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判断 OK 好 懂了 不过再来也许这个我们想是这样想 但是会不会正确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写完没有人保证说一定不会错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我如果不确定说会不会有错误 我们可以怎么样 射中断点 OK 你写好之后 没有人知道说对还是错 射个中断点之后怎么样 跑一下看看 不过第一次我看看 现在A2是不是空的 是嘛 所以R得到R得2 所以 这个 2跟A串在一起之后 那因为加一个M的符号 所以他会把2 这个数字2改成文字2 串在一起之后就变A2 A2.slate 有没有 A2嘛 对 然后后面的话全部都把它怎么样 全部都把它跑完了 好 第一次OK了 再来覆盖模式 我们再跑 刚刚是不会从这边 可是我现在要从这边 因为是下一次的1月2月3月 那如果我要覆盖 我们试一下 这边一样射中断点 执行 里面有没有资料 A2有资料对不对 有资料 所以他跑Ls Ls 那帮我追踪一下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91 有没有 那91的下一列呢 92 所以R等于多少 92 有没有 那92呢 再跟A串在一起 就是A92.slate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就放这里了 放这里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 让他怎么样 让他继续往下跑 试一下看看 理论上应该OK 然后让他怎么样 跑到下面看看 理论上应该是到100多少 180才对吧 180才对吧 180加1 181 有没有 没错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城市没几行 但是 但是其实很好用 以后 如果未来你城市 要不要盖过 一直盖过去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用这个方式 如果有这个 这个需要了解的同意 我把这个城市 写在处理月份的下面 也许我可以再增加一个这个 然后把城市放在这边 名称也许叫什么 非覆盖模式 或者叫什么 等等的 等一下再想想看好了 这边的话 城市就这样而已 你可以把它自己贴在 应该贴的位置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